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2日星期日 九哥周报 苹果的股价再创新高 骗徒的陷阱就如雨后春笋 比比街市 先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首先要多谢网友Ivan Young 他跟我说 他说九哥小心有人利用你的YouTube骗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两天我都看到 有很多这样的留言 是回答其他网友 怎么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散户都可以有作为 欢迎大家加入WhatsApp群组 我要跟大家说清楚 这些留言全部跟本人无关 无需理会 今天想跟大家说 不够两个月之前 TVB无线做过东张西望的报道 那一集叫做 炒股骗局 受害人就亲身揭开 就是炒股群组中的中博的四部曲 输超过一亿元 其实有四部 第一 它引进群组是第一部 一些财经的社交群组 群组里面可以有几百人到一二千人都有 第二部就要介绍大家买蓝筹股 股价也会涨的 在上升浪的时候就容易做了 第三部就是介绍一些小价股 营造成一种上升潜力的股票 因为之前赚钱就心就红了 这时候就最容易全副身家下注的时候 受害人可以损失数以百万计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认为钱可以这么容易赚 第四部的时候 庄家出货 全部人坐顶 贪置变贫 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根本现在在网上讨论组 YouTube、Facebook 甚至一些投资的blog 很多人都很热心帮助大家炒卖股票 记住 当你免费听到任何号码 永远都要保持戒心 这就是我从来不在YouTube 提供股票号码的主要原因 这个钟谷只说一次 大家记住 便宜莫贪 详细情况 我在视频简介里有东张西望的视频的连结 大家可以知道 最近看到香港有不少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也不知道一些罗宾汉的群组 会不会有这样的操作 我不敢肯定 但不排除有心人 也可能会把一些小价股 所谓的Penny Stock 没有高弄低 应该也可以骗到不少 刚刚开始学投资的人 好了,说完势图险恶 又说回一些可能更险恶的股市 星期五 科技股以苹果为首强势收市 现在苹果已经超越沙地亚美 成为全世界最大市值的上市公司 我看它跌已经错了 也马上有不少的分析员 马上跳出来就认为 起码有超过十个原因 现在要马上买苹果股票 作为长线投资 总之这里列出十大原因很多 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也有不少分析员认为 星期五的苹果股价可以大幅上涨 除了第三季的业绩 交市程预期好之外 宣布由8月底开始 一拆四 其实也受到不少散户的欢迎 所以继续买入 其实来看以前 比如这些科技巨头 除了苹果之外 微软也有经常拆细 亚马逊自98、99年以来 从来没有拆细过 所以一直去到三千多元 反映出 苹果添绩除了卖iPhone成功之外 也非常顾及散户买股票的需要 经过星期五之后 也有不少分析员 又要把苹果的股值重新再股算一下 这里有很多数字看看 总之很多都是用保守的数据去做 到最后搞定 搞到最后一看 股值 三百二十七个二十两毫八 其实我看它的数字已经很松手了 已经把股价浓了 现在四百二十五 即是现价仍然有超过二十个百分比的下跌潜力 大家都记得 上星期 对上星期 这个帖子是7月23日 对上星期高盛指把苹果的股价 收定到$299 现在可能又要急不及待 又要修正向上 上星期加了$36 这次又加了多少呢? 又代表现在还有多少下跌潜力呢? 那数字怎么算呢? 就是建议$299 即是现在$425 到底我买还是不买呢? 持有当然是继续持有 可能大家的价值会更加低 这是我经常分析股票的其中一个工具 因为我也要参考其他分析员 如何评估苹果的股值的表现 其实我可以一直拿回下跌看 这些我经常都会看 这是一个统计 40个苹果股票的分析员里面 大家也记得我18年10月的时候 就说了苹果汇 推广美国股市 当时40个分析员里面 只有一个人非常看淡 就是红色图 我其实在里面的时候也会说 那时候就对了 到现在的时候 这是最后的 我们说八月七八月也好 现在的时候其实发展到有四个 我或者应该会感觉好一点 不仅仅我一个人做正常 那也不仅是我觉得 认为中短线苹果应该会有一个调整 其实这么多人看淡的时候 大家看见的 估值是有点问题的 高得也是有点问题的 说完苹果的股价和纳斯达克的指数 上星期五的上升已经变成历史了 这个也是历史了 这个星期我想我们的投资者应该如何面对 上星期我们就看到第二季的GDP 经济增长的收缩差不多 季对季来说收缩差不多三分之三 32.9% 大家知道是有问题的 但也希望将来会改善一下大幅 现在在说第二和第三位应该上升 可能有超过11%至15% 暂时放下不要说了 我马上想这个星期里面面对的挑战 就是星期五宣布的就位数据 这是上星期四我们看到的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黄色的部分其实又见底回升 并没有像原先某些人预期的 就可能会继续下跌 现在这样继续上升可能就是因为 疫情仍然未改善 甚至乎越来越差 会不会影响到星期五的失业率 以及新增的就业职位呢? 其实说到这儿又开始有不少人就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实性 有几种不同的计法到时又怎么办呢? 但又很遗憾我们仍然要依靠这些数字 去估计股票指数的方向也没办法 上星期五收市之后 就看到惠玉 即是Fitch把美国的债券评级放进去 负面观察美钢级 主要是因为认为美国联邦债 将会在明年预计 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3倍 如果在市况不好的时候 这些就很容易变成股票沽售的原因 现在市况好暂时大家暂时都不看 股神持有大量苹果的股票 我相信仍然是投资组合最好表现的股份之一 另外,上两个星期 他买了很多美国银行的股份 持股量已经去到11.8% 因为他要有这样的宣布 因为他超过了10%的持股 他的加加减减都要 每天都要交给美国证监 他总共动用了17亿的资金 我一直在等巴郡公布业绩 因为他在说8月1日 今天已经是2日了 我还没见到 我也想看他会有什么变动和赚钱 大家也知道我最关心他现金的情况 会不会他的现金数字很大 但现在没办法一定要买一些美银 让大家觉得他不是看得这么差的 这也是一个估计 或者简单说一下主要的数字 没办法不说 纳斯打指数期货 上星期五我预计科技股 会有好消息出货的情况 其实只是在上星期五的小时图 那好消息只是去到 午夜12点的时候 以为他穿 结果他不穿就会上去 见底回升 其实都是由苹果带领的 如果要看立期的日线图 我想可能他会挑战三顶 去到晚一之前的高位 再看看是否能充得过 最重要是看苹果 其实很容易看那晚 苹果的股价一开始的时候 以为他有大幅的和利情况 完全跟其他好消息出货也不出现 之前有这样的估计 但是他的业绩很好 看回数字 不过很多是说到30倍市盈率 大家继续玩下去 结果他到半夜没有穿的时候 买上去的这些是新的买盘也很厉害 这些叫做高处还没算高 你看看日线图这些 我也不说三保顶 这些现在已经是脱疆的东西 大家有胆就继续买 其实我想比较 Tesla 记得大家上星期我说过 在7月23日出了一个很好的业绩的时候 在22日收市的时候出的时候 同样都是业绩好 表现的比较 那晚有很大幅的回落 有6% 很少出货 苹果明显是股民所喜好 已经高于估值的股票继续上涨 不是好事 下跌的时候也不需要任何原因 也不需要所谓暢 到时跌下来也不需要任何原因 现在我看看他继续会怎么发展下去 说一说旗子 我想在4小时图里 其实旗子在7月的弱势非常明显 我自己的图就画到有两个美妙的下降通道 在月线图里看起来也挺可怕的 让我放大一点 这里有一个很肉酸的射击之声 什么声也好 这些这样 低开高抢 然后全部下降了 我们看这些4小时图 你看看我们在8月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说你是7月1日这样一抢上去 我们去到7日第一个星期已经完成了 这儿去到26,700 然后一直用了三个星期就下降了 几乎打回原形 白鱼的走势也不太看好 我想如果回到日线图去看 第一个我想用下跌的反弹 这儿大概是0.38 我想回到24,100再看吧 如果看月线图的时候 我们在7月初的时候曾经估计 在50月到200月 我想都是265到215 现在回到24多 其实回到中间没什么特别 再看看美股和A股去看 上星期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今天来看看 10年债息在日线图里 我看着它就逼近了 我们过去四个月的所谓低位 0.8-0.5这个横行区间的低位 跌穿了0.5 会不会是一个新的下跌趋势呢? 下跌趋势到底是避险 还是股市利好的低息环境呢? 我没办法判断得到 反而美元指数 可以看着日线图的美元指数 跌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这些好像越跌越有 开完那个FOMC 我看了图片 应该开完也应该会涨 结果也没涨 但到最后那天就不知为什么大幅反弹 到底是获利还是什么 我都还没看得到 其他数字还没有任何分析得到 所以这个星期要注意的是 如果美元会不会继续上涨 会影响到债息或者股市的走势 因为我会觉得 美元上涨应该是对股市不好的 其实我也有炒了$1.000 我想告诉大家 $1.000星期五是上升得很厉害的 为什么日元会大幅走弱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金那边的交易员说 市场避险使黄金价格上涨 真的还是假的? 股票没有跌到黄金价格上涨 叫做避险 但为什么日元又下跌呢? 避什么避险呢? 如果避险的时候 日元不应该 美元对日元应该下跌的 那为什么星期五又突然上涨呢? 这些都是互相冲突的走势 我们要继续看看这两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再跟进去看看有什么变化 再看出端倪 好了,听到这里的时候也都是朋友 说说一个 95后 95后的网友 Yong Rock现在变成了朋友 他给我的评语 不值得了 他想问骂九哥那些人是登的人 麻烦你去看看之前的视频 他是低位叫人进货 到之前牌最少也有50%回报 九哥提示风险 你们就说人是登 香港人真的是搞笑 其实我都不会生气的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 我以前的经历 这是什么呢? 我每次上载Youtube视频之后 我都会分享到其他的社交媒体 我有一次看到这个影像 世界上有些人我不会理会 包括像这位 订阅我的频道只是为了表示不喜欢 他不够三分钟只有十几个观看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我表达这个意见 这些人就是说一定是订阅了 加上小铃铛才可以第一时间出 去表达这个意见 我们的人生 每天都在学习有用的知识 仇恨是没有意义的 我做视频要让人开心 其实很容易 我每天看好叫你们买股票 人生可以很简单 但我选择我喜欢做的东西就是 便宜就是便宜 贵就是贵 英买就买 反之亦然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风格 只需要大大力点赞支持 我就会全部收到 谢谢大家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千万要记得上面全部讲的都是投资经验分享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量力而为 不要用杠杆 独立思考 有个问题继续简短发物 继续留意视频简介里的End Game 和雷曼系列 用来温故知新 最紧要大力点赞 订阅 按下小铃铛 分享给其他关注自己财富的人 让他们知道现在金融市场 发生着严重的问题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